有没有陪陪你啊 她最近挺忙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她是在拿这笔钱 买她后半辈子 关露得清白 她现在跟你是人才两清了 你明白吗 你呀 别傻了 别指望她还会离婚跟你好 听见没有 孩子好 孩子好 你依旧坚持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尽管她爸爸已经开始不想要她了 这个事你想好了没有 这不是开玩笑的呀 我能怎么办呢 她现在都已经开始踢我了 如果你现在意识心软 会把你一辈子都葬送在里边的 这以后 每一分每一秒 你所犯的错就会在你眼前晃动 你逃都逃不掉 那时候你怎么办 你想过没有 我想再等等 等她亲口对我说 她不要我的时候 我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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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就先不信 我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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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承讨 我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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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画一本 对我 我再决定 都找到 我那边 看什么 这你就换 我再决定 得不出了 以后呢 你就是我儿子跟爸爸 孙子的爷爷 我们的儿子呢 就叫废库爸儿 孙子就叫废库母 还早想起自己 曾经看过的那篇 被姐姐批为矫情的文章 那个女人一圈世界周游下来 回到当初爱人的家做客 那个曾经深爱自己的男人 将属于自己的鱼眼睛 嫁给他现在的妻子 那一刻 那个女人如海藻般泪流满面 属于我的眼睛 丢了 我们还可以分辨 让我来回家 这就是我来回家 我就想你 我来回家 我来回家 那你回家 我来回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也许这样全家团聚的日子不多了 喂 请问刚才谁打这个电话 刚才 哪个刚才 这就是工号厅 来 带个手电 他妈早知道我一楼内给他 是 给我看一下 你慢点吧 你小心点 四川 他 周围外边什么声 没什么声音啊 睡吧 睡吧 女儿在隔壁房间呢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你小心点啊 大哥 给我 你怎么回来呀 到关键时候全他妈跑了 有一点 我们来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警察同事 这是他指数我们干的 跟我们没关系 也不是我 是宋自明啊我干的 走走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不是有话要说的 我们俩说到底是夫妻 你有什么难处 别害怕让个分担 不是罪数了 没什么事情承担不及的 你说吧 我想拜托你件事 什么事 我爸就这一两天 我时间不多了 本来这件事 拜托给谁 都不应该拜托给你 但是我相来相去 我这一辈子 能信得过吗 能拜托的就只有你了 到底什么事 你和我还要绕圈呢 我很难挤持 你是想跟我说他吧 是 那你还是不要拜托了 把我想得太伟大了 他怀孕了 是个男孩 我不知道我会是个什么样的结局 这是我造作你 可孩子是无功的 我爸问一 我没有善重 他又不敢抚养那个孩子 你懂不懂 这是我们宋家唯一的难点 这话 我最好告诉你父母亲 因为 也许不久以后 我也嫁人了 连婷婷 也该没坏兴了 对不起 你找谁 你是沈律师的唐姐是吧 是的 我是沈律师的朋友 宋自明太太 这里没你什么事了 你出去转转吧 你究竟是什么事情 你要不要我给沈律师 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你放心吧 我不是来闹事的 我找他谈谈 阿姨 你先出去 我一会儿叫你啊 好的 今天我来 是来为你要一样东西 其实我不说你也明白 就是宋自明 给你的那些钱 我跟他说了 我出得起 不过今天呢 他改变主意了 他让我过来 把这些钱拿走 这算来算去 你实在不值得这点钞票 他是不愿意再看见你了 所以只好由我出面 没办法 我是他老婆 总得替他料理后事 反正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不过把钱要回去 还真是头一次 可能你是最不值的吧 钱呢 你快点拿出来 我们有别的用处了 钱呢 你别等我失去耐心 钱呢 钱呢 你给我说出来 你别 preocup我 这不是你 我不是你 我不是你 这样啊 这是谁啊 你真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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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 别哭了 你看啊 你真是谁啊 你活该死 阿姨 阿姨 孩子 你怎么了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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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了 什么 你在这儿等着 别着急 我马上过来 喂 120吗 原江州市城市银行行长谢宝应 犯有重大的经济问题 现在已经被双规了 是里面 关于谢宝应私设金库 挪用社保基金 投机美国期货市场 被强行平仓的极点意见 什么事 孩子出事了 早上你老婆打电话给我 把孩子地址要走了 你说我这也没办法 这谁知道她 她现在在哪儿 我早上打120的时候 她还在家里 替我打电她在哪个医院 给我打电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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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队 快进去 看你 用一个小银头 Budget 撒 车离去 情况突变 怎么办 我把你看到心头的真准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我要对你负起责任的 你真的这么在意这个孩子 爱一个人 要是他给你生个孩子 然后用我们两个的鲜血 浇管这一颗花朵 这样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 喂 在红星富有保健医院 孩子没了 抬早的自宫正在栽质中 在红星富有保健 在红星富有保健 屁股 听听 爸 你对不起 虽然我最后的选择是懦弱 但这束万年聚会是唯一的决定 以后爸爸没办法在你成长的道路上陪伴你了 但一定要记住爸爸的教训 不能走错道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还是不会说话 别着急 妈妈来 不肯喝汤啊 那我们出去散散步好不好 散完步回来再喝 走 外面空气可好了 走 好了 散散步 回来再喝汤 来 好像又下起来了 好像又下起来了 来 我们到亭子里避避雨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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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了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你说这帮人都瞎跑什么劲啊 人家迪斯卡尔的频道早就论证过了 下一天 走路要比跑步林的雨什么 真好看 三个月了 你 你终于跟开口说话了 你终于跟开口说话了 这也真好 来 这雨真美啊 你说我平时怎么就没注意到呢 只要是在平时突然下自明昌雨 恐怕大街上人人比之不及 不是担心就是着急 不知道这雨什么时候停 几乎不会有人注意到 这雨也有不一样的美丽 雨是一样的雨 只是不一样的是我们啊 只是不一样的是我们啊 每天晚上 我坐在窗前 看着窗外的灯光我就会在想 这城市多奇妙 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生活 别人的生活我不知道 而我呢 每天一睁开眼 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 我每天呐会要得到 这是我的一个 我也不可能 她担心拍摄 这才很难的 我认为不是 我这不可能 这些数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写的 那天陪妈妈去逛街 其实我们都不用走 那个人流着推着我们向前走 我想不走都不行 想停下都不行 我当时就笑 我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来不及细想 没有决断 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被人推着往前走 而我青春年少时候的理想上哪儿去了 我的理想 就被这匆匆的人流 推得无影无踪 是啊 我曾经的坚持 内心的原则 和我少年的励志 就被这孩子 被家庭 被工作 被房子 被现实生活磨砺的不胜些许 其实很多时候我是有原则的 我不想抄近他 我更不想偷机取巧 但是每当我看到那些不如我的人 因为插对比我先拿到票 那些不如我的人 因为放弃了原则 而省了十几年的奋斗 我真的不服气 有的时候我都在怀疑 我这份坚持到的是对还是不对 我甚至在责怪这个社会 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为什么大家有规不遵 有举不守 而让我们这些辛辛苦苦 勤勤恳恳的蜗牛受罪 这两天 我在看一些投资方面的数 其实我也没有多少钱投资了 我就是想 如何让我手头这点东西不贬值 我觉得这大概是这个厂里 所有人的恐慌 大家都忧心忠忠的 得到的怕失去 没得到的又想拥有 后来我在一本书里 找到巴菲特的一句话叫 永远坚持价值投资的理念 他说不管在任何年代 任何社会 任何经济环境下 投机的风险永远要大于投资 他说也许从短期来看 一次投机也许会让你获利很多 但是从长远来看 任何一次投机 就会造成全盘结束 但投资不一样 投资是只要你坚持无有所知 最终他会增值跟硕果累累的 我觉得他这话挺有道理的 我的理解是 只要你有信念 有追求 只要你坚持 那你一定会比隋波主流 要行得远 行得正 就像宋思敏 他很聪明 他是非常聪明 也很有才华 但如果他能选择一条正确的路 选择正确的价值观 我相信他的前途会无量的 但他恰恰没有这么做 他恰恰凭着自己的一世聪明 选择了一条投机之路 最终还是随波逐流 他会择了一条 他这么做 揭述了 他就把他帮助手 驳述了 他就把他帮助手 你看看他 那他帮助手 我负责了 你 有个人 你也想到他帮助手 这么年轻 这么有朝气 虽然你犯不错 虽然你曾经失败过 但是没关系 正因为你年轻你知道吗 因为你年轻 所以你有大把的时间 纠正错误重新再来 我希望你勇敢 勇敢一些好吗 相信自己 明天一定会好的 会好的 你停了 回家吧 回家吧 来 你先休息 我给你把鸡汤热热啊 喂 马克 你回来了 郭老师 你好 我回来了 你现在有时间 可以给我上课吗 有啊 你想什么时候开始 你的妹妹好吗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她 我有事要跟你讲 你讲 我想当年说 你现在能来我的家吗 现在啊 好 你等我 你现在来的 我给你带她 你去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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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带她 我去带她 你带她 我去带她 他就带她 我去带她 海平 别哭别哭 送的事情 我已经听说了 我也感到非常遗憾 他在中国 他在美国 给我很多帮助 所以 我现在要给海藻 和他的孩子新的生活 太迟了 一切都太迟了 我爱一切都超过 喝一个 高级 一点点 一个 写凡 8 4 5 5 8 4 5 5 8 6 5 月亮,月亮,月亮,月亮 謝謝 等我走了再打开 我们必须走 当心啊 孩子 还早要我把送留给她的钱交给政府 她还是没有勇气面对 面对着发生的一切 失去子宫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来说 都是毁灭性的 海藻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无论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 我真的希望海藻能从国外治病回来后坚强起来 毕竟 人生的路还很长 很长 人生的路 人生的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